就是你对世间的一切都已经看透了 放下了 你心在极乐了 在这个世间呢 是赶快利用有限的身体 爱撒众生广修功德 对不对 仿神 供水 供灯 都怀着菩提心去供养 如果你不怀着菩提心去供养 那你就不符合大乘佛教 点灯呢 愿以弥陀河为一 对不对 供水呢 这是极乐世界 把功德水 供乡呢 这个是马上就让他往生净土 愿三轮清净 结法界 所以那你要告诉你自己 时时刻刻如此 所以他问我说 怎么做可以让两名无缘子女都满怨 所以那我这样讲各位 要不要当下往生净土 那我们再来回向给他 他就去了 来 法会功德 回向 极法 极则 当下往生 极乐世界 圆满菩提 普温度所有胎儿 那他们心在净土 往生净土 那些堕胎 太儿会不会那些同学们 在宜兰有这么多的同学们 会被他们影响了 所以我想各位 我们念佛都是这样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我的心跟阿弥陀佛合在一起了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 在我心里面了 我心即弥陀 当下即净土了 我在念佛的时候 我已经在极乐世界 像阿弥陀佛一样了 然后再把我的心 然后融入对方的心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们也心在净土 然后呢 抱在净土了 当下了 所以这个是当下的状态 所以至少这个叫什么 来 一心念佛 这不是二心 是跟净土 跟阿弥陀佛合为一体 跟我们持咒一样 所以呢 念一下 一本尊 一咒语 一心 这是保持佛的菩提心 念的阿弥陀佛 外表变成观世音菩萨 这样去转化世界 所有的人事物 都变成当下的观音菩萨 然后呢 当你这样一直念 越观想越多 越多观音菩萨 然后所有十方的观音菩萨 又来加持你 哇 你就得到无量的功德 那以这个无量的功德 更来帮助 念一下 无量的众生 转化为观音菩萨 所以这就是转念 我转你 转化你 你转化我 就像回音一样 我们念阿弥陀佛 哇 回音好听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反馈在我们身上 是一个阿弥陀佛当下的信念 请问阿弥陀佛 有没有活在你心里面 有啊 这样就够了 当下的心 所以在这一点 千万不要说 我现在很苦 我等我以后 那佛教不是了 不退出心 成佛有余 你时时刻刻都在弥陀的心 都在菩提心的状态里面 所以当下的心 就是佛的心 佛性 就是如此 如果你能够 时时刻刻保持这个 当下的心 不退出心 那成佛对我们来讲 容不容易啊 早就成佛了 念佛当下即是佛 那各位要保持这个状态 因为有些人 不能够体悟到这个道理 往往现出很多凡夫的像 凡夫的像 甚至一种悲淒淒的像 这不需要的 因为你的爸爸正在受苦也好 你的儿女正在受苦也好 那你更要 就像我妈妈在生病的那段时间 我去看她的时候 我像阿弥陀佛一样 我来 现在要来带你去极乐世界 我来跟你念佛 我来让你知道当下的心态 不用等到你往生 你不能让老妈妈说 我当时在死啊 你不是叫我去极乐世界 我现在很苦呢 所以我如果她这种心态 她要拖好久 如果她心里想着 那我现在就在极乐世界 请问她会不会拖啊 我妈妈一点头要答应 从那个时候没有一点痛苦 然后最后安详往生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而不是要等到我断气 等到我如何如何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你要如何引导对方 这是一个 你对佛法也没有一个真实的体悟 就像我看到这封信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个很好的妈妈 很想要帮助儿女 但是呢 却没有一个当下的佛性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 禅宗也好 乃至一种当下的净土也好 所以呢 或是集心集佛 所以呢 你念佛当下刚好就是佛 你要转 你要转 像大师之言通这样一样 所以这是学佛当下的快乐 而不是在熬的痛苦 熬的痛苦 就像你打坐的时候脚很酸啊 但是内心很轻啊 对不对 因为你在思维佛法 进入那种状态 所以你当下的身心的变化 对你来讲已经放下了 不是没感觉 放下了 因为我对我来讲 像我自己在讲课 乃至我在唱饭拜 就像刚刚安妮娜 我都很认真 我的作用名就是专心 就是天才 我跟各位说啦 今天安妮娜唱的是佛的声音 泛音哦 对不对 我们在修这个功德的时候 当下我们所祈愿的心态也 带这种状态 这些现世者 往生者都进入这个状态 那这个时候 这样法会好殊胜啊 所以我们做焉供的时候 他们趁着甘露焉供 来怨生净土 不管你在做什么 这些都是往生净土的 当下的资良 所以各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承担 跟信心 你拿着牌位在念的时候 你有绝对的信心 我先来让你看到的是西方极乐世界 好不好 好 他就去了 因为你心在极乐 他就看到极乐 所以你千万不要把世间的苦放这一回事 这个叫出离心空性 哦好痛啊爸爸 好痛啊怎么办 因为你在讲痛 你又没有讲 他在极乐世界 你把一个极乐世界 当做一个按摩店一样 想要让他逃避 所以佛性在你心中 净土在你心中 绝对的涅槃极境 是在你本体里面 本具足的 这不要等到什么时间 那你要用这样的心 就像这样好了 你今年努力 每天赚一百块 到年底呢 你就可以满怨到你喜欢的地方 买一间大别墅 然后呢住在那边永远快乐 请问你现在开始做 到最后一天心情好不好 因为已经给你保证了 这个房子一定是你的 你只要每天赚十块 最后你就会住进去 你心情好好 你的内心已经在那个境界了 所以因为你充满希望 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当你赚足了钱 到那个地位 你才觉得很空虚 原来有钱那么痛苦 所以还没有结婚的人 对结婚充满了 憧憬那时候还蛮快乐的 结了婚以后 怎么会这样 去用筋 去用帕 去用棒 你才知道那个有多苦 所以因为你无名 但是如果你懂佛法 佛没有骗你 佛百分之一百的 所以我想八观摘戒不是很苦来受戒 今天呢就是阿罗汉 敬住 对不对 今天呢 哇 善根增长 人在净土了 掌养善根 今天已经圆满了 快成佛一样 如果每天都受八观摘戒 以发菩提心受八观摘戒 会不会成佛啊 本来就如此了 所以今天我爸爸妈妈生我下来 我一个独子 那我将来一定要接我爸爸妈妈的 所有的金钱啊 因为你已经知道了 因为你在一种 一种发菩提心的状态 来受八观摘戒 那八观摘戒 诸佛父母也 我将来一定成佛的 那现在就在佛的发喜状态了 因为你找到方向了 所以我想开悟和后起修 这个开悟 你已经永远正确的方向了 没有问题的 就像说 你只要爬上这个山爬一天 上面就有一亿的黄金 可以救多少的 你爬得快不快乐 很快乐的 因为佛没有骗我们 所以你再怎么累 你都心里很快乐 硬硬硬 滚也要滚上去 没问题的 因为上面不是空的 上面是很具体的快乐 所以这就是我们学佛以后啊 所以我说一个人学佛以后 看他的这个心态啊 讲话的语气 待人处事就知道 佛法又没有在他心中了 他可能还要一点点小钱才快乐 他可能要给他一点地位才快乐 他可能要给他一点女人习气 送过花他才快乐 然后这个就代表他心里还有世间法 就像有人有一次看到我说 海道法师 你那个眼睛还熟了 我吓一跳 我吓一跳 因为那是我刚出家两三年 有一次我经过我世间的家 我在那边停了好久 师傅你在找什么 我不好意思说 看我儿子看 我给你也在公园里面玩 我还想我儿子啊 对不对 马上你看 我这个心态 跟我讲 我不会第二次 我这个人的最大的情况 别人只要跟我讲一些缺点 我打死不会再犯第二次 请记住这个 有些人真的没法度了 早跟他说 明天再说 后来跟他说 天天都犯同样的错误 真的没法度了 所以各位你要有一个 一个觉醒 我叫觉意波罗命 别人跟我提醒 我不会再犯第二次 因为我总有失去正念的时候 所以在这一点 各位要提醒自己 所以念佛当下就在净土 当下就是在佛的伐喜 当下就在做佛的工作 当下你 如果你念佛 不能做阿弥陀佛的工作 你去祝念干嘛 对不对 祝念就是我代表阿弥陀佛的整体 只要我怀着悲心 来帮助对方 阿弥陀佛的力量 就展现给他看 极乐世界就让他看得见 所以我现在都很有信心 我每次帮人家祝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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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问老婆萨 你有没有看到极乐世界 有吗 有顶头的 OK 走 我就 没问题了 因为我很有信心 我在念老半天 有阿弥陀佛 基督世界有 阿弥陀佛怎么会来 老婆萨 我念我很疼 因为你自己也没法洗 对方也没力 就是这样 那你会怕 他会不会变鬼 这样吗 如何如何 所以像我现在因为 我有做观修 我在念阿弥陀佛 我变阿弥陀佛 我的心就是极乐世界 所以我的声音 就在听阿弥陀佛 在为他们 当现在就带他们去极乐世界 而进入魂牧区 而进入兵鱼馆 而进入那个 所谓最苦难的地方 甚至我在自己住的地方 我也会这样 观想 我那里哪有战乱 那边 水坝溃蹄 已经死了一百多个人 还失踪 我现在就进入他们的心 带着他们 一许去净土了 你不能怕 这个怕 这个怕还是一个 我只不相信的意思 虽然你现在没有去巴西 但是你已经进入了 这是我师父教我的 所以 他说你看到人被撞死了 你要进入他的心 引导他 肉体是假的 现在这个心是圆满的 比较重要 你不要被这个死亡 肉体的这种流血 因为他整个头破了 你有脑浆 等一下他妈来 他妈妈会哭死 然后他妈妈哭死 他会更震撼 整个就乱掉 我必须趁他妈妈来之前 先把他 我们叫牵势 了解吗 就像破瓦法一样 把他的意思 先把他拉去极乐世界 我不能等他妈来再处理 很难处理的 所以那个时候 你要勇敢的 超越这个外表 然后观想 别人在那边 那边看 你马上进入观想 引导 所以我们平常要 功德秀大一点 因为功德秀大一点 你可以显现很多 庄严福报给他了 显现光明给他了 然后就引导他 当下就升天 去极乐世界了 那他妈来的时候 他也会现出一个 死亡的庄严相 因为他已经脱离 那个惊吓了 当然我会这样给他交代 我说你往生净土了 妈妈还不了解 你就托个梦给他 献个瑞相给他 这样 我从小学就会了 我的同学自杀死掉以后 我说